这些政局都很乱 欧洲几个选举之后 甚至都陆续变天 解决法国第二轮投票结束了 那当然昨天我们讨论到说 大家很意外 我看到了几个报导 我还问了几个法国的朋友 说其实当地人真的很怕 很怕右翼 尤其企业家 很怕右翼真的当选了之后 会影响他们的权益 所以通通把票灌啦灌啦 最后是左翼 美朗雄赢了嘛 现在可能在这样得票数之下 他很可能出任 所谓的内阁的领导人 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在法国的政局还没有结束 就要看现在要怎么做提名 怎么做两党之业的协商 但他曾经批评过欧盟本职商 就是富人俱乐部 建议法国退出北约 好那现在加拿大 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吗 在北约里头杜鲁道 他们本来有一个相对的协议 是共同决定的 就是说在北约的国家 都要有2%的GDP 拿来用在国防的目标 把他拉高这个范围跟比例 但加拿大一直没有完成 所以在这个报道里面特别说 是不是美国还有欧盟都感到不满 对他失去耐心 说不定即将会有个闭门会议 会不会点名羞辱呢 还没发生 但这个报道是这样猜测 修瓦利也是北约的成员 他最近做了什么事情 他拜访了中国大陆 而且在澳班的行程里头 还去见了普钦 普钦不是现在是北约最大的敌人吗 那普钦到普钦莫斯科的见面 还有到北京见的习近平 现在欧洲盟友一定不会满意 但显然这一次是要给更多的平衡点 澳班反对包括了欧盟的制裁之外 也希望这机会是有可能造成 俄乌的和平的契机吗 当然不知道 好 北约的成员 你现在要去规范杜鲁道 国防预算多少 那你有办法规范匈牙利吗 这都是问题 所以土耳其也一样 土耳其寻求加入上和会组织 结果北约其他国家都说 你也没有办法两面讨好 两面都要有北约又有这个的 但现在北约的成员国土耳其 准的瑞典入北约 但自己想加入欧盟 仍然被拖着 没有被批准的情况之下 要提出参加上和会 有没有可能在其他的北约国家 又跳起来反弹之外 有没有办法成行 选哪一边还是真的可以同时并行 北约还有在印太这里有角色 例如这个独家报道里面告诉大家 岸田文雄北约邀请他出席印太地区的 日韩澳纽峰会 同时10号的时候岸田访问华盛顿 预计要跟北约的新成员瑞典芬兰 都个别会谈强调 跟这个北约组织是密不可分 但连三年出席北约峰会的还有影席乐 日韩在美国的拉帮结派里头 一直走在路上非常的近 以行乐成为首位连续三年都出席 北约峰会的南韩总统 7月9号也会访美军印太司令部 确认韩美同盟一起 这点是在亚洲这里帮忙 看守的角色没有变 日韩跟北约签署的协议 对于中国大陆外交部来讲 立刻就表达不满 北约作为冷战产物 全球最大的军事联盟 不要忘记俄罗斯为什么打乌克兰 也就是北约 现在不断的越界扩权 是威胁全球和平稳定的 真正风险来源 这是中国大陆的看法 但奥班尼斯他说 不出席这个北约峰会 也是一种表态 澳洲不是 现在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好 恢复 应该在修复当中 所以他不参加北约峰会 这也是一种象征意义吗 那当然前澳洲外长说 这是正确的决定 因为这个事情 不要跟北约掺和 不符合澳洲利益 好 乌克兰呢 现在有一个新消息 是告诉大家说 北约峰会登场 重要的是乌克兰 当初造成整个战争原因的 入北约的这件事情 现在是联合公报 即将草案要公布 这个内容里头 就描述了乌克兰加入北约 是不可逆转的 是直接要宣布 乌克兰加入北约吗 这是一个桥梁吗 是不是有这样的程序 正在进行当中 哇 那事情会不会 反而让俄罗斯更加的跳脚 想要谈和平的是 这个宣瓦利 想要帮忙撮合 但在北约里面 是更加速 要让双方关系更激化吗 甚至特色报道说 北约计划 在大幅的增加 35到50个旅籍的兵力 来应对俄罗斯的攻击 那好像是一边 想要让和平产生 一边就是不想让战争停下来吗 委员 我对梅朗雄这个 现在他 他这个左派 显然就成为最大的政党 最后我个人的看法 他会跟马克宏的政党合作 来做一个联合政府 总理就很可能就是梅朗雄 他的观念 他的观念 他是基本上是 刚刚主持人讲 他是反对北约 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北约 侵犯了法国的主权 然后他也对于乌克兰 未来美国最头痛 欧洲的美国的好朋友们 比较头痛 是乌克兰的问题 他对乌克兰的问题 他当年的2014年 这个俄国拿下了 这个克里米亚的时候 梅朗雄是支持的 他认为为什么 因为他对于俄国的安全很重要 所以他哪去就哪去了 不过后来在这个 俄国跟这个乌克兰 在边境激烈对峙的时候 还没有进入 还没有侵犯乌克兰 但是准备要进去 那段对峙的期限 2021到2022吧 那个时候梅朗雄是 有站出来讲话 他说俄国不应该 进入乌克兰的国境 不能侵略他 但是他也讲很清楚 俄国为什么会去打乌克兰 就你北约扩充得太快 你扩充到人家边界 威胁到人家的安全 他一直是反对援助 军事援助乌克兰的 他的态度未来 当然有可能会修正 毕竟欧洲的整个北约 还有欧盟这些国家 都是支持捐援 可是他这个态度 多少会影响 尤其在欧洲的两个重要国家 两个资助 一个是德国 一个法国 双方的合作 梅克尔跟马克宏的合作 也是这两个国家 成为西欧的一个主导的力量 可是现在不见得 因为他对德国是很有意见的 梅兰雄比如说 大概是2014年 当时这个意大利的经济很糟糕 法国也很不好 那这个梅克尔复然是出来批评说 你们这两个国家 你们的改革做了不彻底 不努力 那个梅兰雄是跳出来批判的 反击这个梅克尔夫人 他的意思就说 法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你管你的事就好了 你们的装备也很落后 你们也没有过多好的生活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他就是他会激烈的摇动 目前的这种欧洲的 目前的现状 那马克宏比如他那时候 他也希望德国一起合作 要设立一个欧洲人自己所拥有的军队 独立于 北大西洋共云组织之外 那他是反对的 他是反对的 所以他 另外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的问题来讲 他认为以色列是不对的 他认为 这个巴勒斯坦人 坚决他主张他们有立国的自由 立国的自由 他认为以色列这样子 你像殖民人家一样是不可以的 所以就是他很多的看法在外交政策上面 如果他不修正的话 法国本身 他就会跟马克宏两岸之间就会有很多的斗争了 如果他一个当总理 一个还是总统 这就很多斗争了 如果他斗赢了 那美国跟法国之间未来争执就很大 跟德国之间大概有很多争执 所以这个是很值得注意的 这一讲澳洲的问题 我认为现在的总理是比较没有意识形态的观念 他认为经济最重要 因为他当选也是很多农民支持他 他当选那些农民 因为中国大陆不买他们的葡萄酒 譬如说去年2023年 中国大陆还是澳洲最大的贸易复班 中国大陆一共从澳洲进口了 2190亿美金的这个货品 这沾了澳洲对外 对全球贸易出口量的32.5% 所以你认为中国大陆重不重要 所以澳洲的确会有人会认为说 尤其在农民们 怎么样跟中国大陆维持一个平顺的关系 不要去加入美国主导的力量 要去围堵中国大陆 这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声音 至于美国跟日本 说老实话他们都不是正常的国家 因为他们都 国内都有大量的美国的驻军 韩国今年三万多人 日本今年五万多人 因为一个怕中国大陆 另外一个怕北韩 所以他们不得不依赖美国的保护 所以美国要推动 亚太地区北约化 这两个国家 当然是那里的响应 赖教授 当我们在看到 最新这几个消息里头 北约他的角色跟功能 例如他要求个别的国家 要GDP多少去作为国防 这个会议要开 有的人去全力的响应 澳洲就不去 他的相对的约束力 对于北约 却可以造成战争的发生 是这样 因为对加拿大来讲 他是北约的会员国 31个国家的会员国 加拿大他认为 我的国家安全没有受到 这么紧迫的压力 所以他不太愿意 把他的国防预算 占他整个总GDP2% 那是很高的GDP 他拒绝 所以他也不愿意 所以他就一直拖 一直拖 当初北约在开会的时候 美国确实是有要求 一定要达到2% 因为你达到2%之后 每个国家的国防预算 就变得拉很大了 拉很大以后 可是在欧洲的国家中 像这种战略武器 例如说战机 或者是战军 特别是战机这个部分 或是坦克 重型坦克 绝大部分要向美国人购买 所以对美国的军工企业 来说的话 你想想看当欧洲的国家 如果都把这个 他的整个财政预算 拿出一大块用在国防上 这个他们又没有买不到武器 只能向美国人买的话 美国人就赚翻了 所以当时的川普就要求 你一定要给我达到2% 然后他们就开会同意了 同意了以后 有一些国家都达到2%了 但是加拿大没有 加拿大一直认为说 有美国在那边顶着 我何必搞得那么多 而且事实上杜鲁多的党 现在的支持度很差 而且落后于最大的在野党 20% 所以一般来讲 他们认为杜鲁多 如果再不改善他的经济问题 不改善他的名声的话 他大概要下台了 可是你想如果他把他的防卫议算 调到2%的话 那他一定向台 他的党一定结束了 那就是向台一级工 变成在野党了 那你如果是杜鲁多 你宁可挨骂一下 你也要顶得过去 我想杜鲁多应该是会顶过去了 反正被骂就被骂了 因为事实上这个是不能开玩笑的事 不然你就没有政权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法国会陷入较长期的混乱 因为这一次左派虽然 就是左派虽然赢了 那么成为第一大党 可是他还差100多席 那他100多席那就很大 那他就势必要跟中间偏右的合作 可是在法国的传统 一定是左右是水火不容的 现在是左跟极右的水火不容 可是右还是跟左是水火不容的 那请问这个党该怎么组合 所以政府之间的不信任案 或者是在政策中的矛盾吵架 我觉得他们的内阁的组成中 那个吵得没有没了 所以一定要把这些条约都写清楚 就是说我跟你组成联合政府的时候 那我分几席 然后哪些政策我就不能管了 然后哪些政策那归我管 那一定要在白纸黑字写清楚 不然的话法国的政治 不信任案或者是倒戈 或者是那么彼此之间相互请杂 不会停止 我觉得会乱很长的一段时间 可是按照法律的规定 一年内不能够再解散国会 所以对马克龙来说的话 他不能够一意孤行 他必须要考虑政治现实 而政治现实又会让他们 彼此之间不断的请杂下去 最后澳大利亚不是北约的会员国 虽然他2022年有参加 2023年有参加 但是他认为今年不适合参加 因为今年的会主要是要反中的会 所以他现在好不容易跟中国大陆 缓和关系 改善关系 他如果又去参加这个缓中的会议 那他还不来 所以他今年拒绝参加 今年拒绝参加是聪明的战略决定 李老师我们看到乌克兰 是不是真的这一次的所谓北约峰会 可能会把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件事情 变成一个事实 这也就是当初俄罗斯发动战争的原因 对 因为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会计 我觉得对于北约里面大国 甚至包括美国来说 他没有办法马上同意 因为他需要一个很严谨的过程 所以他的讲法带到说 你终究会加入北约 或是这一次用的修辞 是不可逆转的一个过程 但是就不是现在 因为他不会为了乌克兰 开启一个很快速的通关的轨道 其实并不是 但这一点其实就是从去年北约峰会 今年北约峰会 其实乌克兰还是很想要在 北约峰会里面得到 北约里面的主宰国家 尤其是美国这样的一个同意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 这一次刚才特别有提到 北约其实这一次召开 75年的峰会 华府峰会 其实是一个历史上 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因为外有俄乌战争的考验 内有其实这几个主要国家 从英国 法国 甚至包括美国 都有内部政治的一些冲击跟考量 拜登何尝不是如此 他才刚刚写给美国民主党的同楼 一分两页的一个长文 意思是说不用再讨论 我要不要不选 我就是会选 选到底 而且大家往前看 目前距离党代表大会就这么40天 距离选举 也就这么一点点时间 我们唯一的目标是要击败川普 法国也是 英国政党轮替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 刚才讲的这个GDP的比例 的确 因为这一次的峰会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北约秘书长史托特伯格 一直把这个思维是个重大的成就 因为2014年克里米亚被并分的时候 北约只有三国达到2% GDP 国防预算 2019年7国 现在是32国里面23国 但这里面有比较有趣的地方 就是比如说像加拿大 重中之重 因为既然你是美国这么重要的盟友 可是你的国防预算 今年只占1.33 其实大家不要小看2 1.几 因为GDP的基数很大 0.1就非常非常多 而且加拿大到目前为止 都不肯承诺哪时候到2% 他只说2030到1.76 1.76到2还有好长的距离 所以他会成为北约多数国家 所关注的重点 比利时至少他说他会达标 其他还有没达标国家 卢森堡 克罗埃西亚 意大利 西班牙 苏法尼亚 埃沙尼亚 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但基本上往前 其实这次北约除了GDP 2% 就是要讨论怎么帮助乌克兰 因为北约要买单 每年450亿美金 拜登还有多给了一些 15亿美金的支出 更有趣的地方是刚刚讲到澳洲 澳洲是有个表面的理由 就是他的政府透露给媒体说 因为他们本来要安排 埃班尼斯总理跟拜登的 一对一碰面 但这个好像没有办法敲拢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 可能去的意义就没有那么多 我就派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所代表的澳洲代表团 但的确像刚才所说 可是去年你去了 前年你也去 这次不去 所以会让大家想的非常非常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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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